那从你看人类的历史当中 用人的名字而伟大有三个条件 你知道那个人啊 为什么那么伟大 名字的伟大有三个条件 第一 这个人的名字伟大 是因为他承受这个名字 比如说有一个王子 他天生 他的父亲就是 他的父亲 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国王 所以他天生下来就是王族来的 王族的血口 所以他的名字比别人不一样 今天你还看到 一样的 同样的你看到 我们的最高年少的名字 也是很长很长很长 我们自己忘记找不到名字了 他们名字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读过他说忘记了 所以名字的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承受了他的这个名分 第二 一个人的名字不一样 是因为他这一辈子有很大的成就 哥伦波 我们有哥伦波 我们有秦始王 他的成就 非比 所以他留下 名流秦始 他名字留下来了 人家都认识他 因为他一生的成就 第三 就是他的名字名副其失 比如说 如果我生一个女儿 我叫她 我给她名字叫美丽 她最好是美丽 如果她长得很丑 就不名副其失了 对吗 我真美丽 我真美丽 如果她真的不美丽 就糟糕了 所以名字代表什么呢 名字代表他的这三个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在历史上呢 任何人都有其中一个 出名的人呢 有名字的人 第一 他有承受 他的家业 第二 他的成就 第三 名副其失的名字 可是没有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三个条件都加在一个人身上 除了耶稣 这个人 耶稣承受名字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第二 他为我们成人类 成就一个伟大的事情 为我们人人 死掉 第三 他的名字叫 耶稣拯救者 是名副其失的拯救者 今天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三个一起讲 我先讲一个 承受更尊贵的名字 这名字是怎么样来的 耶稣承受这尊贵的名字 是怎么样 是怎样的呢 圣经刚才我们说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圣经说 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 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耶稣是神 荣耀所化的光威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出万有 他洗净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 自大者的右边 耶稣是 耶稣的出现在我们的当中 在这个人世间呢 就是说 神对我们说话 所以他承受尊贵的名字 看见耶稣 简单的 换句话说 你今天看见耶稣 你就是看见上帝的神 所以他是委任 被代表 神的代表来到了人的事情